香港街名系統主要分為街、道、看、你、為、方、台的不同意思 街道看你為方台 這些字眼在香港的街道中十分常見 究竟背後有什麼特定規律呢? 道是指比較大的市區或新界道路 指通往兩個人口中心的主要道路 1840年代,全港只有四條道 例如皇后大道 正正就是連接著維多利亞城的東區和太平山區 其餘三條是荷里活道、堅道和亞北樂道 我現在身處的皇后大道 更是香港開埠後第一條建築的主要道路 位於香港島 分為皇后大道西、皇后大道中和皇后大道東 由中西區的石塘咀一直延伸到灣仔區的跑馬地 全長大約五公里 街 用於內街 通常是社區樓宇前面的路 1840年代 街就是鋪設平整 可以給馬車和行人行走 兩邊會有建築物的道路 我想大家都認為道比街搶 但都不是絕對的 就好像觀塘偉業街 足足有3.3公里搶 提起街道 大家知不知香港開埠以來的第一條街道是哪條呢 香港開埠以來的第一條街道就是大家眼前這一條水坑口街 水坑口街位於香港上環 香港開埠以來的第一條街道是1841年的時候開埔 英文名為Possession Street 意思是解作佔領 源於1841年英國海軍登陸並且佔領香港 中文名最初直接音譯為波歇神街 之後就改稱為水坑口街 梨 指單向的道路或者百米內的小街 漢 相對窄的小路 漢和梨的定義一般都很容易被混淆 一般都認為兩者是相同 只是兩個名稱出現在不同的時期 十九世紀末 很多下鋪上居的堂樓 都是背對背興建 梨就是堂樓和堂樓之間的後院空間 漢就是後來才獲得命名的堂樓後巷 翻查近年紀錄 都不難發現地政總署已經很少用巷來命名 唯獨梨就仍然常見 多數都指百米內的小街或者挖頭巷 例如觀塘的進業梨 和2012年獲得命名的中環文社梨 唯一條圓形的路圍著一個地方 方一條方形的路圍著一個地方 唯和方作為名的街道是情環迴的狀態 甚至還可以見到空地 一些就是挖頭的空地 不過 港島和九龍市區的圍和方 都因為城市發展改變地貌 有趣的是 今日大部分方 都已經被停車位小巴站所佔據 台 從斜坡中才設出的平地 或者是通往高台的車路 香港第一條用上台的街道 是今日的百花街 以前的名字是Ninhurst Terrace 事關這一處的地勢 是由傾斜的威寧頓街 直上之後出現的一片平街地段 至於通往高台的車路 例子就有炮台山的康福台 大家還知道香港哪些有趣和特別的道路呢? 逛街的時候 都不妨留意一下身邊的街道